欢迎大家回到现场直播的豪门商演节目当中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段落 毫不讳言 今天我必须说说昨天晚上比赛所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意大利对澳大利亚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我的同事黄建祥在解说当中的情绪化应该说是非常的严重 就在他解说刚刚结束的时候 我的手机当中也接到了很多的短信 我相信在座诸位也看过比赛 从昨晚到今天直播这个时候 网络 平面 广播 电视 可能大家在无数人来重复一个话题 昨天黄建祥的解说是不是有所失当 作为他的同事 可以告诉大家 我的判断是这样的 黄建祥昨晚的解说 的确是首先从声音来讲是失声 昨天的声音有一点完全失真了 从态度上我觉得可能说是有一点失态 因为确实不是一个成熟评论员的表现 如果说从对待球迷来讲 我觉得有一点失礼 从解说状态来讲有一点失常 所以昨天的黄建祥不是一个我们以前所看到的状态最好的 黄建祥今天黄建祥把他写好的一份致歉信从德国发传真发给我 希望借今天这个机会让我带他念一封致歉信向全国的球迷和观众致歉 所以这里面所有提到的我都是那个黄建祥 大家可以接受黄建祥的致歉 好吧 这是在开播前大概一个多小时我所接到的 这是黄建祥写好的一份 全国的球迷朋友观众朋友 在昨晚意大利足球赛与澳大利亚的比赛最后几分钟内 我的现场解说评论加带了过多的个人情绪 今早一觉醒来又重新看了录像带 我再次感受到解说当中确有失当和偏颇之处 给大家造成了不适和伤害 在此我向观众郑重道歉 我对意大利足球相对比较熟悉 内心里比较希望看到意大利队出现 使后面的比赛更加精彩 但在解说当中 我不恰当的把个人对球队的热爱和自己的岗位决策相混淆了 昨天我在最后几分钟内的解说 不是一个体育评论员应该有的立场 所说的话引起了观众的不满意见和批评 我再次真诚的表示歉意 今后在工作中我将总结经验 时刻提醒自己把握好自己的岗位决策 处理好情感和理智之间的平衡 我们在转播的时候 总希望裁判公平公正 但作为一个评论员 我也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 做好体育评论员的工作 最后祝各位球迷看球愉快 如果大家还想看到这封信的话 可以马上登陆央视国际网站 3w.cctv.com 大家可以看到黄建祥的这封直签信 作为黄建祥的同事 同行和同龄人 我也代表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报道团队 这个年轻的团队跟大家